一年一度,韩国最大规模的音乐盛典 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颁奖典礼 妈妈 啊不是,妈妈 今年29号30号连续两天在日本大阪举办 而妈妈就是妈妈 今年也同时带给我们了感动,激动,傻眼,无语的舞台 在日本用英文主持的K-POP庆典 因为韩国的K-POP颁奖典礼在日本举办 并且大部分都是用英文来主持 而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争议 盖新闻也登上了演艺新闻的热搜二位 在当天的妈妈颁奖典礼 主持人苏米非常流利地进行了主持 但是全场都是使用了英文主持 虽然中间中间为了来到现场的日本观众们说了一些日语 但是基本上都没有使用韩文 而更让观众们傻眼的是 主持人使用英文提问 颁奖人却用韩文回答的片段 因为几乎全场都是用英文来主持 所以不管是在现场的观众 或者是在家看的观众 都必须要依赖字幕才可以 当然苏米是按照狗子非常尽责的主持了而已 韩国网友们只是傻眼 为什么在非英语全国家的日本举行的 韩国音乐颁奖典礼 非得要用英文来主持 用英文的话觉得很高级吗 为什么非得要到海外举办 甚至还要使用英文呢 K-POP为什么叫K-POP 一定是有高层的人以为 只要用英文就觉得很好的老头们 我们公司也有那种人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外国粉丝们才会一直要求韩国爱豆说英文 又不是一两天听说妈妈是傻逼 我才不关心呢 不过苏米真的太帅太漂亮了 但是也看到了这样的留言 怎样啊 自己无知听不懂英文还在那里生气 对不起 所以大家觉得 如果自己国家的颁奖典礼 在韩国或者是日本举办 而使用英文来进行的话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舞台事故 在昨天的妈妈 发生了几个傻眼的舞台失误 首先是在舞台YGS舞台的时候 突然没有灯光了 然后在四重唱组合Polestella舞台的时候 画面突然转换到舞台后方了 歌手们只是站着唱歌 这到底是在拍哪里呢 又不是有舞蹈的爱豆 这也太过分了吧 拍舞台后方真的是太厉害了 QQ 然后在Li Serapin舞台Dance Break的时候 一直拉远近灯光不搭配 真不知道是在拍什么 其实也不只是Li Serapin的舞台 其他舞台也都是这样 啊好运 什么都看不到 为什么一直想要炫耀 一点都不帅的这个舞台呢 真想把那个摄影机绑起来 孩子们都是辛苦 流汗准备了舞台 能不能好好拍一下 干嘛一直拉远近 太伤心了 五组四代女团梦幻合作舞台 昨天妈妈最让网友们 期待的舞台之一就是 纪念一年 收到超高人气的四代女团 I will keep the end mix Nuji's Listerapin的合作舞台 从介绍各女团的开场开始 就让人觉得很雄壮 接着舞台上播出了 各团的代表歌曲 每首歌曲都由各团的 一二位成员参与演出 然后舞台女团合作 演唱了twice的Cheer 但是因为妈妈的演出运镜 以及可能是练习时间不足 成员们的舞步 看似有点不齐 浪费了孩子们的实力 用这些人才只能做出 这样的演出 真的很遗憾 没有一组舞步整齐 应该就是练习时间不足吧 很像是在做随机舞蹈一样 所以很好笑 人多 所以看起来是很混乱 但是再次感受到 四代女团都真的很有才 很漂亮 好喜欢 之前三代爱豆们是 以春秋系列的歌曲 准备了舞台 现在已经变成了twice 真的感到自豪 也很感动 在昨天的妈妈 最让人感动的舞台 应该就是 Cara的回归舞台了 真的 在Cara一登场 这个回忆杀 真的是让很多粉丝们都哽念了 当天 除了离世的Guarra之外的 五位成员 在舞台演唱了 Lupin Mr.Step 以及时隔七年的兴趣 When I move 真的 这就是Cara的歌 太好听了 怎么能管理得这么好呢 真的在舞台上的时候最漂亮 歌曲也太好听了吧 果然 曾经登顶过的组合就是不一样 这就是经验 看着这个舞台一直流泪 是正常吗 正常 在看了新曲MB 留给Guarra的香槟贝 以及六个麦克风之后 只要一听到这首歌 就觉得很伤感 所以大家觉得 今年的妈妈 啊不是 妈妈颁奖天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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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妈 MU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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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HUHHMU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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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